阿斯顿马丁这个公司,他们主要是生产一些限量版跑车,敞篷旅行车和各种赛车,就是一个生产超跑的汽车公司,开始造直升机了,而且这款直升机的设计灵感就是来自于跑车。 据悉,这款阿斯顿马丁发布的直升机是专门为土豪打造的,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其实不务正业的企业有很多,大白兔奶糖你们都吃过吧? 但你们或许还不知道,大白兔都开始生产香水了,还有世界上最贵的包包,LV包包,也生产了一些非常炫酷的鞋子,所以阿斯顿马丁开始生产直升机也算不了什么稀奇事。 阿斯顿马丁跟空客联合起来设计了一款直升飞机,这款直升飞机真不愧是阿斯顿马丁设计的,因为这款直升飞机有一股非常浓郁的鹰轮跑车位。 据悉,这款直升机的设计灵感就是来自于一辆阿斯顿DB11跑车,所以这款直升机从外观上来看,非常的炫酷,很像是一辆超级跑车。 说了这款直升机的设计灵感,再说这款直升机的内在,它是以空客AZH130为基础,然后进行打造的。 这款直升飞机既然是由阿斯顿马丁打造的,机舱的设计跟跑车的车舱非常的相像。 你们觉得这样的一款直升机得卖多少钱呀?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